欢迎大家来到搜放教育 我是来自微卜星国际教育的Rita 我是来自微卜星国际教育的Andy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差等生的逆袭之路 请问Andy老师 什么是差等生呢 其实我们所定义的差等生 也不是说学生到底有如何的差 那我们只是在说 他高中四年的标划成绩 并没有相当的竞争力 帮助他申请到大学 所以我们把这类学生归类为差等生 什么样的成绩是不太有竞争力的 有没有一个标准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那么我们都知道 大学在划分学生人群的同时 他会用一些标划成绩 来把学生区分开来 那么我们会认为GPA低于2.5 然后SAT成绩低于1200 或者是基本上没有SAT成绩 或者是托付低于80分的学生 我们会把这类学生归为没有竞争力的差等生 好的 那差等生到底如何去逆袭呢 那么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我们在三年前接触到的一个高中生 他当时的成绩相当的不好 也对自己 然后他当时已经11年级了 距离申请大学非常非常的晚了 然后他的父母以及他都非常的焦急 几乎是已经放弃了要申请大学 但是他找到了我们 在我们的帮助之下 他最终获得了几所美国知名一流艺术大学的录取 你们是到底是如何帮助他的 我相信很多家长也对这一块非常的感兴趣 首先我们对这个学生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我们发现这个学生有非常浓厚的艺术兴趣 他非常非常的喜爱摄影 但是他并没有在这高中的四年当中 把这门兴趣升华到一个专业 那我们看到了他这个闪观点 我们帮他寻找到了非常优秀的摄影老师 来协助他完成艺术大学对于作品级的要求 我们并且在最后的11年级到12年级的工程中 帮他安排了非常多关于摄影专业的志愿者活动 把他安排了一些课外的活动 使得他的课外活动丰富起来 能够让招生官看到他是对这门专业 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并且愿意致力到这份专业当中去 然后在最后的申请当中 我们为他选择了六到七所的美国艺术院校 并且获得了其中五所的录取 是相当的可喜 学生家长和学生也都非常的高兴 所以所谓的逆袭 其实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 他的各方面的背景 去帮他制定一个适合他的这个留学申请的计划 对吧 是的 在我们眼里没有真正的差等生 只有不知道如何规划的学生 好的 谢谢你Andy老师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搜放教育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更多的问题 请浏览搜放SD Education 下周见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